越光澳大灣區規劃公要提出要建設國際一流灣區 其中一個重點是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樂戶 各個市都各司各法以優惠及補貼政策吸引人才 深圳市是大灣區其中一個動力引擎 亦向指定行業的專才提供住房、醫療保健 以及子女入學等方面的補貼及優惠 特勤中國首席數據官趙文華表示 目前在深圳最吃香的專才 除了傳統金融行業之外 科創裏面的人才就是最渴使 年輕人可能是幾年的經驗 以前我們做很多事都是說 你有沒有十幾年的經驗 養人工智能方面沒有幾多個有幾年的經驗 通常都是三四年的經驗已經很好 或者是五年以上都是很年輕的經驗 這些人才其實他本身很特別的環境之下很受歡迎 變成你缺乏的時候大家都可以爭人 自然這些是水漲船高 人工資就比普通的工作高很多倍 特勤作為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 亦都看好大灣區的前景 能夠帶來更多商機 今年十月在深圳羅湖區成立大灣區雙創中心 協助企業處理稅務、財務、法務、管理等方面的宜蘭 並且和多間本地的高校 呼化氣合作 協助企業尤其是青年創業家拓展業務 另外雙創中心亦都提供諮詢服務 在數碼化市場中協助傳統的企業轉型 提升競爭力、長佔市場份 舉個例子 以前我們的酒店 四大酒店的品牌 但Airbnb出來 突然間它就成為一個Top3的Hotel Hospitality的Provider 其實對於以前的傳統行業 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傳統行業在想我怎樣轉型 一些新的發展裏 是迫使我們傳統的商業模式都要改變 亦有很多創新的商業模式 用什麼科技可以令到競爭能力 更加體現出來 如果我們競爭能力不是特別強 或是否可以和人家合作 我們怎樣去互動 怎樣去跟其他公司合作 這些都是我們在商場中心可以幫助